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今天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啊 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字啊 哪个字呢 您看就是它 这个字 这个字读什么呢 它读路 路就是公路的路那个音 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啊 这个路字有两个解释 其中之一指的就是一个地名 那就是位于江苏苏州吴中区的陆直古镇 据考证啊 这个小镇所在的地区在六千年前就有先民聚居了 啊 这个小镇是依水而建 虽然历经多次洪水的侵袭 但却安然无恙 时至今日 陆直古镇依旧是繁荣昌盛 那么六千年前的原始先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多水患的地区生活呢 这里又为何取名为陆直 啊 这个位于烙灾区域中心的小镇 为什么一直它就没有受到水患的影响呢 陆直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南部 隶属于苏州市 距离太湖约三十千米 这里地处江南水乡 气候温暖湿润 夏季多梅雨 加上古镇四周水网密布 城湖 万千湖 金基湖等湖泊环绕震州 吴松江 清水江 戒谷江等江河交错期间 因此 几千年来 这里也是一处水灾频发的地区 自古被视为一个五湖之厅 六泽之冲的地方 两宋时期 气候开始变得温暖起来 沿海地区风暴潮逐渐增多 海平面的上升 造成海岸洼地严重的洪涝塞害 大片耕田沦为浅渠 泰湖平原上的一些潜水湖荡 成为了经常发生水患的重灾区 据统计 在1127至1279年间 泰湖共发生规模较大的洪涝灾害十余次 其中淹没的村庄古镇无计其数 然而 对于陆直镇上的居民来说 尽管这里水患频发 但是却几乎没有遭受过水灾的影响 我们那边是有一个龙头 水高的时候它不会满起来的 水有的时候也没过 但是它就是很快 它这个龙能够保要当地的居民 风调雨顺 生活附施 当地人相信陆直镇之所以不受水灾侵袭 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有避水神兽的护药 相传 神兽就潜在水底 每当洪水来袭 它就能将多余的水吸走 保佑小镇不遭大水淹没 那么 这个位于烙灾区域中心的小镇 为何不会受到水患的影响呢 护佑着小镇的避水神兽又为何物呢 为了解开其中的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陆直古镇展开调查 一星人步入小镇 只见眼前白墙青瓦 水泻长廊 摇曳的小船 悠悠的小吊 暖暖的阳光 洒在碧绿的水面 光影摇曳中 一时间让人恍若置身于三十年代的江南水乡 这支族打听得知 虽然这里河网交错 但在洪涝季节来临之前 这里沟渠河道里的水却不会爆炸 气候很快 所以这边它一般的你有一两天 它就马上就退下去了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当地人告诉我们 不光是自己从来没见过洪水 就连祖上的仙辈也很少向他们讲述过 这里发生洪水的事件 好像洪水在来到这里之前就消失不见了 这时 当地居民将设置组带到一座雕像旁 大家看到 这座雕像长着西角 狮身 龙背 熊爪 鱼鳞 牛尾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座雕像雕刻的就是一直护佑古镇的避水神兽 名叫陆端 老乡说 距离陆直古镇不远的城湖旁边 曾经有几个村子十分繁华 却在早些年间被洪水淹没 而陆直却在洪水经过时平安无事 这都得益于有陆端的庇护 他是个吉祥的神兽 保佑一方的平安 保佑一方的风鸟与生 国泰民安 这样的说法引起了摄制组的好奇 眼前的陆端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陆直镇不受洪水侵袭 与这种传说中的神兽又有着什么关系呢 陆端呢 这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你看啊 说这种神兽啊 头上有这么一个脚 而且小通四方语言 可以保佑人们生活富裕 幸福安康 古镇中的这座陆端雕像 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 因为它外貌奇特 其名字呢 也和这座古镇有着相同之处 都有一个鹿字 相传啊 这个陆端呢 他是秦始皇非常喜欢的一只异兽 一直被囚禁在皇宫之中 这个陆端它是一种神兽 咱们说了啊 他不甘于被困宫中 于是呢 有一天夜里 这个陆端就冲破牢笼 腾空而起 向南方飞去 当他来到这座古镇的时候啊 他看到这里水质清澈 人心善良 于是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自从陆端来此之后 古镇便少有天灾 即便洪水来袭 也能化险为夷 为了纪念陆端的庇护 当地老百姓便把这座古镇 命名为了陆直 但是如果说啊 陆直古镇的这个陆字 跟这个神兽有关的话 那么这个直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碧水古镇背后的种种疑问 也引起了一位地质专家的关注 摄氏组将随同专家一起展开考察 杨达远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著名地质学家 对江苏的地理地貌 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 专家告诉我们 洪涝灾害是由暴雨 急昼熔冰化水 冲暴潮等自然因素 引起了江河湖海水量迅速增加 水位迅猛上涨的水流现象 一般会沿着原本的河流走向泛滥 他建议我们 首先对这里的水文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或许就能发现新的线索 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 专家发现 有三条河流自西向东 流经陆直谷镇 三条河流中 福里河是贯穿整个陆直镇 同时也是流经最长 水量最大的一条河流 而福里河的源头 就发源于吴松江 专家告诉我们 福里河正好处在吴松江水 从太湖流出 通向长江入海口的必经之路 所以通过水文情况来看 如果太湖湖水泛滥 古镇必遭水患 那么为什么古镇的居民 从来没遇过大水 古代的先人 为何会选择在一个多水患的地方聚居呢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 考察组找到了一处裸露的地基泡面 只见这处泡面 上下颜色明显不同 下层偏黑 上层发黄 专家首先仔细观察了下层偏黑的土壤 他告诉我们 这些黑色的土壤是淤泥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专家告诉我们 几千年前 陆址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沼泽 随着吴松江年复一年的泛滥 泥沙越积越多 地势越来越高 所以上边的肯定是泛滥对去 地下的肯定是沼泽土 而且中间的这个沟渡界限 不是一个阶段变化界限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在最近这几千年当中有泛滥成绩 专家告诉我们 眼前的这些淤泥沉积 是由吴松江流经的河水 所携带的泥沙 在这里沉积形成的 由此推断 整个陆直地区 就是吴松江冲刷出来的一个冲击扇 吴松江来的洪水 就用这里 下去 就用这里下去了 那么 在这一块地方 就构成了一个 冲击扇的中央部分和型部分 那么是大量的泥沙在这里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冲击扇是一种常见的地貌类型 在我国 不仅是像陆直这样的南方地区 在半干旱半湿润的中国中部 或者是北部的干旱荒漠上 都有冲击扇的出现 冲击平原和冲击扇呢 其实这就是一回事 大了就叫平原 小的呢 就可以叫冲击扇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 我来给您做个比喻啊 假如我这个大笔记本啊 这就比如是山 这就好比是一道山谷啊 我用这杯中的小米 就当是河水当中携带的泥沙 您看我往下倒啊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看 这个小米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扇形 这就是冲击扇 那么陆直谷镇这里呢 是三条东西向的河流 源头都是吴松江 他们和吴松江干流一起 就构成了一个冲击扇平原 冲击扇地区 由于地势平缓 再加上冲击扇边缘的泉水带 和细沙形成的土壤 使得这里非常适合耕种 所以啊 几千年前 也许古人就是看中了这里 富饶的土壤和水资源 才在这里定居的 因此才形成了陆直谷镇的雏形 俗话说呀 水往低处流 您看我身旁 随着河水不断的冲击 堆积在这里的泥沙呢 就会越来越多 日久天长 这里就成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区域 这也对防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这会不会是陆直阵 不受水患影响的原因呢 为了证明专家的猜测 我们来到一处土壤截面 明显的区域考察 专家发现 虽然陆直镇所处这片地区 地势相对较高 然而这样的高度 却不足以抵挡大量的洪水 所以他推测 也许在陆直谷镇中 真的有能够使得洪水消失的法宝 回到陆直镇 我们首先来到一条 名叫绵牛津的河流 乘船从西向东考察 专家发现 短短的一百多米距离 这里的河道宽度 就从几米 骤然变成四五十米 那么这个地方的明显的开阔 那么像这样的河流 一个是宽度比划大 一个是它有明显的延伸 通过河流的走势 专家推测 这条绵牛津 是一条天然形成的排水通道 为了证明专家的说法 我们将几片树叶放到河上 我们来翻一把树叶 来测试一下水的流向 果然 树叶顺着水流 从西飘向东 俗话说 水往第一处走 这说明陆直镇的地形 是西高东低 专家告诉我们 这样的地形 使得经过这里的河水 与吴松江的流向保持一致 这就有助于城镇排水 顺着绵牛经继续考察 专家发现 除了有三条自西向东的河流 横传古镇 是古镇排水系统中的主要河流 这里还有三条南北向的河流 当我们来到其中一条东西向的河流 和南北向河流的交叉口时 专家发现 这两条河流交叉成直角 显然 与我们之前所见到的河道 大有不同 放眼望去 东西向的河流 转弯较多 每段河道的宽度 也略有不同 而南北向的河流 河道不仅直 而且宽度也几乎没有变化 这同一流域 不同走向的数条河道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为了考察这条人工河道的用途 我们借助航拍器 观察古镇的地形地貌 与水网结构 当航拍器飞行到 接近八百米的高空时 专家发现 古镇的水网河流交错 虽然河流众多 却不杂乱 仔细观察 正好是三横三纵 好似一个岩字 杨教授在仔细观察了 陆址的布局后发现 这三横三纵的水网布局 对于古镇的排水 非常有利 陆指北林吴松江 南临城湖 但由于周围河网密布 即便遭遇洪水 都可通过多条河道迅速排泄 而从河道的流水痕迹来看 这里的水位的确长落不大 这个是桥洞 这个洞壁上可以看到 红横 就是洪水到它的高度 那么好像离开现在这个水位的 有将近50公分 那么 曾河这个地方的就是 因为水网比较发达 洪水来得很快就走 所以特大洪水和一般洪水 这个浮度都不是很大 专家告诉我们 当洪水通过吴松江来到陆直阵时 这里较高的地势 使得洪水不会涌上陆地 而是兵分两路 通过福利河和棉牛经 进入陆直阵发达的水网系统 而古阵内三横三纵的水网 又分散了洪水的势头 将来势汹汹的洪水 分成了数条河流 最终排出陆直阵 经过实地考察并且查阅资料 专家发现啊 陆直三条东西向的河道 都是自然河道 而南北向的这个河道呢 则可能和人为开凿唐河 或输郡师地的工程有关 陆直古镇呢 整体地势较高 而且是西高 东低 所有的方向的汇水 在经过小镇四通八达的水网之后 都会通过东西向的河流 流回到吴松江 从而就避免了洪涝的灾害 古镇的不涝之谜 已经破解了 现在关键是啊 在观察古镇的航拍图的时候 专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那就是 如果将古镇内人工修建的河道 去掉的话 小镇中河流纵横的水网 就变成了一个弯弯曲曲的泳子 我们回到古镇 继续沿着水网考察 行进没多久 河道中央的一片绿洲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走到近前 只见露出水面的是茂密的芦苇 这样的发现 使得考察组感到疑惑 芦苇一般都是生长在河道两边 为何这里河道中央会有芦苇出现呢 在查看了这里的地形图后 专家发现 这片芦苇所生长的河段 正好是陆直镇 将水排回吴松江的地方 这里河道骤然变欢 周围零零散散地 放置着一些鱼网 老乡告诉我们 这段河道 是这里鱼家最多的区域 当地人基本都在这里捕鱼 这样的说法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我们乘船来到湖中的芦苇旁 基本上都是自然生长的 如果水起的话 它这个泥沙对起 可能这个盘子还比较宽一些 要是没有这个水的话 可能就露出来一点点 那么这个正确的名字 应该叫江心洲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江心洲是指江河中的沙洲 洪水时淹没 平水枯水时可出露水面 多发育在河床的宽展处 因水流速度降低 流水中碎泻物和泥沙沉积所致 而这里的江心洲 正好处在河流即将流出陆直镇的河道中 江心洲又进一步减缓了水流的流速 所以这里是一片鱼下聚集的区域 专家综合分析 由于沙洲位于水中 船只可以靠近亭湖 当夜幕来临 点点雨火围绕着沙洲 使得整个小岛熠熠发亮 渔船也可以以此为航标 古人就将它赋予了丰富的想象 将它比喻成为陆子中那一撇 在考察的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 归根结底 陆直古镇从古至今 人们修建改造的排水系统 与这里天然形成的河道 使得这里比其他同处太湖流域的古镇 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陆直镇内陆形的水网 以南北向河道为主 但在东西方向上又互相沟通 密密麻麻的河港精邦 构成格子状水系 古人将古镇水路进行改造后 不仅水上交通四通八达 而且十分有利于泄洪排浪 如今的陆直街是前街后河 陆直人是整合而免 这里的居民很少遭遇洪涝灾害 是天然的优势 也是古人在失地生存的智慧 陆直早在秦朝时期 就已经有人类聚居生活 不过当时的陆直还只是 吴松江畔的一个无名的小村落 面积差不多也就五百米见方 于是人们将它称为福里 到了后来福里镇已经出具规模 甚至有了一港界其 尖南北通六处的美誉 因此又得名六直 然而不管是陆直还是六直 这里贯穿整个古镇的六条河流 可以说是古镇的根基 陆直镇所处的地区 虽有水患的威胁 而镇中的河流 却将大水一一的化解 在为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 也成为了吴越地区 一道特有的风景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